第一位出场挑战谭维维的是十岁的小女孩高峻 她和谭维维一样从小就喜欢藏族歌曲 她有着小铁肺之称 在她的小小身躯里到底有着怎样惊人的能量呢 是谁日夜愿望着门前 是谁渴望永久的梦幻 难道说还有赞美的歌 还是能放肆不能改变的庄 我看见一座座山 一座座山船 一座座山船 原来就是心难考园 完之后 一座座山船 一座座山船 高 高 高 越 如果我们也想练高音 有没有什么办法 比如说 看我们这里不是有一个桌子吗 好 你就像抬桌子的感觉 唱 嘿 这种 嘿 这种力量是对的 这个力量 就是力量 我不是说你唱歌是黑 黑 以后每次唱歌拿一个桌 因为这个力量是对的 不是说我们唱歌要唱黑 你比如说 那就是青藏高 那就是青藏高 他好轻松啊 你们现在是怎样 你们现在两个是在比试吗 我觉得同意 大家说好不好 那就是青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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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完成你这个调吧 我觉得 那就是青藏高 维维啊 今天呢 其实我们的小朋友高军呢 他也有一个小小的信愿 希望可以跟大姐姐合唱一首歌 不知道可以吗 当然没问题 你想跟维维姐姐合唱什么歌 我想跟维维姐姐合唱一首天鹿 可以吗 当然可以 教给你们 谢谢 谢谢 像一片小雨飞过南天 为当家儿女带来几乡 黄昏我站在 高高的山岛 盼了铁路修得我佳墙 一条条巨楼翻山越岭 泪雪已高热送来岸岛 铁路修得我爱岸岛 一条巨楼翻山越岛 在我们当地人间天堂 情歌就所有成为更加香甜 幸福的歌手传练之后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堂 在我们当地人间天堂 情歌就所有成为更加香甜 幸福的歌手传练之后 幸福的歌手传练之后 现在的谭维维可以说是在 摇滚世界里面可以 独立行走的一个歌者 而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位朋友 他可以说是中国摇滚界的传奇人物 他曾经是著名黑豹乐队的主唱 秦勇中国摇滚史上旗帜性人物 在当时国内最火的摇滚乐队之一 黑豹乐队担任了十年的主唱 然而一场意外的发生 让他在十年前远离了舞台 如今他再次回到舞台 他想告诉谭维维一个老摇滚人的 音乐不死传说 秦勇身上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大家好 我是秦勇 谢谢 那今天我到这儿 就是以一个老摇滚的身份 来告诉年轻的维维姐 我认为摇滚精神就是个性和坚持 那么在我身边的秦子峰 我的儿子 大家好 他96年出生的时候 又白又胖 那皮肤都是透明的 我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叫大珍珠 但是没想到他四岁的时候 我们带他去做智商测试 结果居然他的智商是零 医生说他患有重度的感痛失调症 那么那个时候 我觉得人生对于我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亲情吧 所以在05年的时候我离开了乐队 专心的去陪伴他 后来我们知道 骑自行车 对他能够特别有帮助 所以虽然非常困难 每天都在摔 每天又爬起来 再摔再爬起来 但是我们一直坚持了一年 终于学会了 那一天我觉得是我人生中 像过节一样 所以 通过这么多年 他后来越来越好 他自己跟我说 父王 我已经好了 你放心吧 我还想 听你在台上唱歌 哎呦 当时那一句话 真是给我很多力量 所以我又回到了舞台上 我觉得这就是 人生中所谓说的 救赎吧 所以我觉得 坚持是音乐里面最重要的 只要坚持 摇滚 永远不死 那么现在 我就和我的儿子大珍珠一起 把我们的歌送给你们好吗 7个都要唱歌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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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 我 你 相遇相识相互做梦 人潮人海中许你是我 装作将台面的笑容 你不必过分的说自己清楚 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不必在乎许多更不必难过 终于有一天你会离开我 不再相信相识什么道理 人们与世如此冷漠 不再回忆回忆什么过去 现在不是奉献你我 不再相信相识什么道理 人们与世如此冷漠 不再回忆回忆什么过去 现在不是从前的我 一夜 我一起穿越 我和大天猪一起写的歌 飞机降落 海河的门前 是非看到 我们都欢呼全越 忙跑到绿美冰包 来了两个出台中国人 老佛爷 老佛爷 你好啊 给你带来了阿罗哈 曹九不见了大珍珠 你这说的是哪里话 打这儿往东一万里 有个地方的下飞机 那里的风景实在好 这是这面的问候局 来来来 大珍珠 让我好好看看你 一晃过去十多年 你总能给我带惊喜 脸上也长了青春痘 家里散来一时吃 我要号令给全国 为你找一个娇妻 不急不急 我还要忙学习 我们一起穿越 一起寻找多鲜肉秀的一切 把那几千年的精彩故事 都划过微笑 穿上全世界 我们一起穿越 一起度过多少漫长的黑夜 在我们眼里看到的 全部都是最美的画面 一起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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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穿越 我们一起穿越 谢谢 大珍珠 你觉得爸爸刚刚唱的怎么样 那珍珍是极好的 我爱你 喜欢你的态度 喜欢你的态度 我最喜欢你 你刚刚也唱了两段 我最喜欢你的那一句就是 不急不急 我还要忙学习 其实就是事实嘛 好棒啊 喜欢学习 大珍珠 谢谢 谢谢 干他喜欢的事了 我知道秦勇 在摇滚路上的 信念的支撑点 就是他的儿子大珍珠 而韦韦 你在音乐路上 你的信念的支撑点 就是你的父亲 是吧 爸爸给了你一些什么帮助 他非常的乐天的一个人 我们一起去开货车 那个时候要交学费 他就教我学会了开车 我们开着货车 然后把车窗打开 放着别样的歌 然后而且光着脚 开着货车 那我知道呢 就是后来 他得了肝病 然后还硬撑着去跑晕书 对对对 还是怪我 我的学习成绩不大好 然后我又是在小镇上长大的 小镇上长大 可能都有一个想法 希望就是除了父亲以外 其他的人还是希望我能走出这个小镇嘛 去读大学 然后那个时候呢 就希望多载一点钱 因为其实我父亲得肝硬化已经十年了 到我高中那一年都十年了 他可能觉得他应该为我创造什么 那最直接的可能就是经济 其实肝硬化是根本就不能劳累的 对 大概 大概 很快 他得肝硬化十年 但是 其实恶化就两个月 嗯 就是在 我们开车去 就是我们一起去为自己挣学费的这两个月 很快就就恶化了 我们如果今天如果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我可以一辈子留在我的小镇上 一辈子跟爸爸在一起 不要这么想 不要这么想 一个爸爸 爱自己的女儿 愿意为他付出一切的 嗯 这个他为你付出的过程和结果 是怎样都好 他都是快乐的 知道吗 是 我听说他离开的那天晚上 那天 是大年夜 对 大年三十 嗯 本来是在医院 然后因为我跟我父亲特别喜欢看春节粮花晚会 嗯 我当时就在想 哎 如果我们回家看着春节粮花晚会 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不是会很开心 因为当天晚上他有点昏迷 大年二十九那天晚上 然后呢 从县城到我们家的那个路 烂得已经 就是 真的 无法开车 可能也是那段很崎岖的山路 让他因为肝浮水嘛 肚子里可能都会有一些浮水 所以说 那个颠簸 让他身体 在那段时间 没有支撑好 然后 到了家 就一直没有说话 到第二天 当所有的人都 放着鞭炮 吃团年饭的时候 正好那天中午 我父亲就离开了我们 就是这样 不过我相信 今天 他在天有灵 知道看到 也听到你的音乐 看到你的成绩 他一定 非常的安慰 也不复他当年 为了你 去拼命 去尽一个父亲的责任 我知道 我听过 你有一首歌 在离开之前 叫醒我 有没有试过 现场演唱这首歌 当我今天 如果能鼓起勇气 唱这个歌 我相信 那个爱 他能感受得到 他的爱 一直都陪伴我 谢谢 我也是你的名字 从没叫过你爸爸 没吻过你的手 只是相互点头 因为那个歌写的 就是我跟我父亲的故事 太直白了 太直接了 你每唱一个字 那都是经历过的事情 我不是很少 是没有在任何节目里 唱过这首歌 因为我父亲 在离开之前 一直就是昏迷的一个状态 只是流了一滴泪 那个歌里面也写了 你眼角的那一滴泪 当泪流完 可能 他也放下了 对这个城市间的 所有的忆恋吧 出西夜下着雨 你眼角有一滴泪 你再也不能说话 听我的吉他 你送我的吉他 多想为你唱啊 可你这次离开 在离开 再也没有回忆 再离去之前 叫醒我 在离去之前 叫醒我 在我一生都在想 这是一个梦 也许你会回忆我 那天你会回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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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都在想 我一生都在想 这是一个梦 你会不会回忆我 你永远不会回忆我 找醒我 找醒我 你永远不会来 找醒我 永远只属于你 永远只属于你 离开过的康城 永远只属于你 我是你的女儿 永远只属于你 我的这一首歌 永远只属于你 永远只属于你 永远只属于你